中华民国欢度110年国庆 美国各州政要对台湾人民献上诚挚的祝福 国会参众两院的议员也发出声明祝贺台湾 美参议院外委会共和党首席议员李契在推特写道 祝台湾的好朋友们双十国庆日快乐 美国很自豪能够在今后的每一天支持你们 美国共和党籍众议员强声表示 台湾是一个发光的榜样 说明民主如何在逆境中蓬勃发展 众议员谭尼则指出 台湾庆祝国庆日的同时 也面临来自中共前所未有的威胁 美国必须通过明确的行动和坚定的决心 重申我们对台湾安全的承诺 除了美国 美国政要发声力挺 芬兰国会友台小组主席凯尔纳 也在推特上表示 台湾我支持你 欧洲应该谴责中共的挑衅 加拿大也有多位跨党派国会议员 出席沃泰华的国庆参会 表达对台湾坚定支持与诚挚祝福 新唐人亚特电视张瑞珍整理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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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优优优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